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啊 那么然后呢 人家没有的 你就天天看啊看啊看 你看到他跟单位的同事有一次怎么样 你就跟他吵 吵到最后 对方同情他了 对方觉得你老婆怎么这样啊 慢慢慢慢 人家真的跟他好气来了 就是你自己生出来的鬼啊 不要开玩笑啊 哦 那师傅 看您的解释就是我们一定要多想正能量的东西 那些不能量的东西不要去想 如果你去想的话 直接会给你招惹来 是这样吗 对啊 当然会招惹是非啊 是非也是招惹来的呀 你就越想是非是非就来了呀 你不想是非是非不就没了嘛 那师傅就是 你年轻人谈恋爱也是的呀 你越想越想嘛 他就来找你了呀 你不想了 白白了嘛 人家不来找你了呀 不一样啊 哦 那师傅 那这种疑病症就是实际就是真正的心理疾病 而心理疾病就交着到哪里 焦虑症啊 疑惑 疑惑 疑心病啊 这些都是属于忧郁症当中一种 忧郁症它包括很多种 你看了师傅的那个文章了吗 心理学的文章了 哦 我看了他们在发了 啊 你看看 师傅就是从 因为有些人我要想我要想说说服他的话 你说宗教他不相信 你从心理学科学方面来讲 他就相信 所以我就从科学角度给他分析 就是这样的 一个人的疑心病实际上就是由于心中的焦虑不安 怀疑 冷漠 再加上自己心理的变态 啊 对人的怀疑 嫉妒 各种肮脏的东西交织在一起 所产生的一种啊 自己心中对人家的怀疑症 所以这种呢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不信任 怀疑人家就是不信任自己啊 你明白了吗 哦 是不是刚才您说的还是我们内心的人的贪嗔痴 对啊 不那么早就讲了 就是贪心了 一个人就是称心太重 恨心太重 赤曼姨嘛就是怀疑人家啊 你去看哪一个人不怀疑人家 现在的人怀疑起来更厉害 你举个简单例子 我叫 你要去试试看这个人怀疑不怀疑 你去看好了 你一个人跟你讲得很开心的 你突然之间跟边上那个人假装摇摇耳朵 你看他接下来马上对你态度不好了 呵呵呵呵 哦 是是 他就觉得你在讲他了 呵呵呵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这就是不得出离开心